6月12日 据台媒报道称 林志玲6日上架日本男团组合 放浪兄弟成员Akira 给演艺圈投下了震撼弹 不仅因为新郎不是严承煦 还因两人只交往半年就互定终身 让外界都很好奇 Akira是如何怒惑女神芳心 现有台媒爆料 林志玲闪婚原因是因为妈妈无慈美 林志玲交往半年就嫁给Akira 除了她在声明提到 一直相信爱情会来临 并因为Akira是重视伙伴 而且怀抱梦想向前进等原因外 现更被爆出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和妈妈无慈美有关 据悉林志玲的妈妈无慈美 在2015年就传出患有阿慈海默症 前年2月她的病情一度加剧 更是经常出入台大医院的精神科 受病痛折磨的无慈美 模样沧桑 面色憔悴 脸上还有一块伤痕 看上去状态非常的差 台媒称当时还曾拍摄到林志玲的哥哥林志红 带着她从出租车上下车准备回家 无慈美尽管行动力尚可 但整个人却显得苍老体弱 更令人吃惊的是 无慈美的右脸还出现了一大片不知名的伤痕 似乎印证了她病情不太乐观的消息 自母亲患病后 林志玲多次公开表示 接下来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还想要亲自去学中医养生的方法来照亮母亲 也透露了她对妈妈的病情很是担心 疑似无慈美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台媒纷纷表示志玲姐姐担忧母亲病情 而与交往了半年的男友Akira闪婚冲席 但据台媒称 林志玲和Akira的婚姻是先斩后奏 一开始根本没有告诉家里人 因为林志玲妈妈对她未来老公的经济状况 还是希望差距不大的 但是Akira的收入比女神低了不少 所以不太满意 不过志玲姐姐还是下定决心嫁了 看来是真爱 既然女神已婚 女神的结婚对象 黑泽良平自然就成为了值得生她的焦点 虽说在日本黑泽良平也并不是名不见经常的小人物 也是有头有脸有名气的艺人 但是拿着两口子的收入做比较 很多朋友都表示大肯引进 据日本媒体报道 林志玲的年收入大概高达4400万元 这个数目足足比男方高出了十倍有余 我们都知道 一旦婚姻中呈现了女强男弱的模式 就要引起大家争议了 或不其然 很多网友都纷纷猜测 这个黑泽良平是否是在借着 国民女神林志玲的身份和人气 试图一步登天 毕竟很多网友都对黑泽的相貌感到很失望 毕竟林志玲美若天仙 优雅出众 找一个与其相匹配 才貌双全的男士并非女士 如今两个人的差距如此悬殊 这男方得背负多少压力和质疑 才能一路挺过来呢 类似林志玲这种女强男弱的夫妻也不在少数 但是在大众眼里 女强男弱的婚姻模式是很有正义的 认为男人选择这样的女人 大多是居心叵测 要不然就是贪图以后 可以紧衣玉食 高枕无忧的舒适生活 要不然就是想利用女方的名气和地位 让自己热度暴增 据报道 结婚后 Akira似乎有意要退出娱乐圈 今年已经38岁了 不能一直继续激烈的跳舞表演 后辈也开始活跃了 她需要另外考虑发展道路 多年前 志玲与老公因古台剧 自闭爱结缘有一段偶遇 多年后 男未娶女未嫁 机缘巧合的在一起了 南方的求爱信写得很真实用心 全中文表达的意思 都是对志玲姐姐本人的欣赏 理解 赞美 尊重和包容 尽管志玲比对方大七岁 那又怎样 林志玲有足够的资本和能力 去赌合一个自己想要的家庭 很多人都觉得林志玲这样 实相全能满分的优质女生 是不是很能嫁出去 都45岁了 嫁给谁合适 嫁给富豪 只能找二婚有孩子的 嫁给一帮男人 男人也接不住 很自卑 嫁给同龄的演员 严成旭 似乎他们传了很久的复合 最终林志玲还是选择了抛弃旧爱 哪怕在孤单寂寞冷 还是独自前行 至少遇见了这个比自己小七岁的日本男人 这男人一看就是温暖 懂得欣赏尊重女人的人 不然他不会满指都写满了对林志玲的赞美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尊重 就是懂得欣赏她 理解她所承受的一切开心或者伤心 愿意给她打气加油 给她一个肩膀 对于林志玲来说 打拼了这么久 完美了这么久 等待了这么久 她最终遇见了一个想要真心实意娶她的男人 把她的喜怒哀乐 性格脾气都了解得很通透的男人 能够给她安定的男人 这个男人一定是高荣心很强的男人 虽然林志玲的丈夫比自己小七岁 在当下本姨母宁愿相信她是爱志玲姐姐而选择和她结婚 至于他们未来会怎样 其实不是我们去担忧的问题 情商智商都很高的志玲姐姐肯定知道如何去经营自己的婚姻 有消息称林志玲和Akira在平时大多时间的沟通都是以认语为主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用普通话及英文沟通 能够让一代女神林志玲 替双方文化差异服务坚定地远嫁日本足以见得她对Akira的真正感情吧 不仅如此 林志玲的家人也并未引起远嫁日本 反而发自内心地看好Akira 并送上真挚的祝福 近日有媒体采访了林志玲的哥哥林志红 林志红表示在听闻妹妹官宣结婚喜讯时 也是发自内心地表示祝福 此前林志玲夫妇已经见过双方家长 双方父母都对这段恋情十分满意 随即林志红压抑不住内心喜悦 在媒体面前大赞妹夫 称Akira人性格十分温和 道德品行也很好 十分有上进心 对待工作尤其认真 整个人都很好很好 林志红在提到妹夫时 连续用了多个好字 足以见得他对妹夫的欣赏 以及对妹妹林志玲婚姻的认可 此外 哥哥林志红还劝妹妹一定要生而育虑 将一个胸长的姿态尽现 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克 或许仅从事情的表面来看 林志玲嫁给Akira 的确让众多网民不看好 毕竟以林志玲的颜值和能力 足以找到更加优秀的 但在林志玲一家战来 Akira的认真负责 真诚温和 早已将他们打动 如今林志玲已经45岁 或许在嘉宁看来 她更需要的是一个安稳的家 和一个能够照顾她一生的人 正如网友所说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但最合适的一定是最好的 不庸置疑 严成旭与林志玲郎才女貌 堂称金铜玉女 二人在一起一定是最好的 但并非是最合适的 以至于分分合合都未能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Akira则不然 或许在许多硬件条件上 她比严成旭略逊一筹 但能够让林志玲不顾一切去选择 想必也有很多内在优势所在 祝愿林志玲新婚快乐 与Akira一直幸福 记得订阅和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